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 擔心從這幾天 在東北亞的局勢 是變得非常詭曲不安 這幾天美國跟南韓 正在進行35年來 也就是越戰以來 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 當然之前所謂的天安艦事件 南韓的天安艦遭到集成 大家都說是北韓所做的 所以美韓就進行了一場 非常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 表面上看起來目標 當然是針對北韓而來 所以北韓的反應 當然可想而知 北韓說採取最嚴厲的 這樣子一個軍事上 或者其他方面的 這樣子一個報復 北韓的反應 大家可想而知 可是另外一方面 沒料到另外一個反應 更加激烈的 竟然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認為說 你美韓聯合軍演 中國大陸沒有意見 可是你35年來最大的聯合軍事演習 竟然是跑到中國大陸的家門口 包括黃海跟南海 你在我家門口 居然來做這個軍事演習 擺明的是在挑釁中國的主權 因此中國方面的態度 也是非常的強烈 中國的少將 解放軍少將 羅元就講說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是人若犯我 也就是美國 如果你親盟打後的話呢 我必犯人 我一定會有所回擊 因此這幾天呢 大家非常關心 東北亞的局勢 到底會如何發展 今天我們好好來談一下 這一次35年來 美韓聯合軍演 為什麼中國會憤怒翻臉 為什麼美國刻意挑在中國的家門口 來去做軍事演習 為什麼大家會說 美國你刻意挑釁中國 今天我們好好來分析一下 美韓軍演背後的種種 國際政治意涵 來介紹今天四位專家學者 首先我們歡迎是 中央研究院 亞太區研究專題中心的 執行長林振毅 林老師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 我們再歡迎是 政大國關中心 美洲暨歐洲研究所的研究員 严振生 严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全球防衛雜誌的採訪主任 施孝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淡江大學 美國研究所的教授 陳一新陳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究竟這一次聯合軍演的規模 有多大 為什麼這一次軍演 包括說北韓氣得跳腳 也包括中國會憤怒 跟美國跟朝鮮來翻臉 我們來看看 FA18戰機 依次從華盛頓號甲板上起飛 隨後並與其他戰機 編隊飛行通過艦隊上空 而除了美軍的華盛頓號 韓國海軍的獨島號 兩棲攻擊母艦 也很難得的 出現在西方媒體的鏡頭前 展現出美國在東北亞的軍事實力 美韓兩國事先在七月底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反潛聯合軍演之後 又從8月16號開始進行了為期兩個星期 代號為已知自由衛士的聯合軍事演習 而這一次演習的重點是電腦系統只會作戰 美軍有3萬多名士兵參加 韓方則有5萬多名兵力參加 韓國的媒體形容這幾次的演習場面猶如戰爭 身世駭人而北韓面對美韓的聯手仍是依往力 由官方媒體連續發表撮持強硬的聲明 而就在這個月初當南韓結束在黃海上的實彈射擊不過幾個小時的時間 北海方面就兩度朝著黃海上的中界線開火 發射出至少110枚的炮彈 其中部分炮彈還落到了南海的海域 由於過去北韓演習的炮彈從沒有越過北方的界線 但這一次卻打到了江界線的南方 也沒有事先宣布禁止航行的區域 因此被各界解讀成挑釁意圖濃厚 北韓方面也以言辭強調要用包括核武在內的方式回應美韓的軍演 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部隊異常調動的跡象 夏宇先來談談這次軍事演習 他是說越戰35年來美韓聯合軍演規模最大 我們先來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時間是從今年的8月16號 也就是兩三天前到8月26號 大概為期11天左右 目標根據美國的說法很清楚 就是要對北韓釋放出明確的訊息 如果你北韓敢輕舉妄動侵略南韓的話呢 那麼美韓就會聯合採取這樣子的一個防衛行動 用什麼模式呢 這一次軍演主要是電腦模擬面臨北韓挑釁的時候 南韓跟美國要如何去做防衛的行動 部分的美軍呢是在美國參與電腦連線 然後呢也有一些 不過部分比較少是實地的操演然後裝備的調動 可是它規模是很大很大 3萬個美軍在韓國的美軍呢參與這一次的軍演 5萬6千名的南韓軍隊也參與了這一次軍演 這一次的軍演呢根據媒體報導講說是7月 在7月的時候它其實已經軍演過一次 8月再演一次是7月的三倍之大 然後呢現在這個訊息可能要請教您 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 這個航空母艦是核子動力對象徵意義非常非常重大 老共最氣的就是這一點 你竟然說你的喬治華盛頓號要開進去我家的門口 然後在我家門口進行這麼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然後呢8月的這個軍演結束 9月要再來做一次反潛的軍事演習 我想問的是美國沒事情幹嘛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讓中國好好去協調北韓的問題 然後你搞一個所謂的美韓聯合軍演 35年來規模最大 可是你要軍演就算了 你跑到人家家門口軍演幹嘛 其實某種程度來看啊 你可以看得出來美國絕對是要把壓力直接帶到中南海 因為我們知道黃海的地理位置在哪裡 黃海的位置其實就在渤海灣的出海口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都會覺得你美國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來演習 但是這個地方其實牽涉到一個傳統的就是一個海權國家的思維 你美國來講 他今天認為我今天要在世界上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調動我的海軍 航空母艦打擊群是我最重要的武器 那柯林頓說過每當有這個國際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最近的航空母艦在哪裡 所以對美國來說使用航空母艦打擊群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 最能夠直接展示這個國力對他所需要傳達訊息的這個人 來說是這樣那我為什麼說這是傳統海權國家的這個思維 因為他們認為今天地球上我只要在公海以外 我都有這個自由航行權 是對所以今天你即便你大陸宣佈了這個所謂的黃海區是我的這個 那個自由經濟海域對不對 但是那並不是你的領海 我今天我要在這裡演習 那我就擁有我自己的那個行動的一個主動權 所以在這一次的演習來講 特別在天安劍事件以後 我們看得很明白就是其實大陸顯然是管不住北韓 因為他要那個北韓在事情發生以後 金正日還跑到大陸去要這要那 雖然沒有要到 但是可以從金正日回國以後 中國大陸所做的這種種種訊息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似乎沒有辦法管得住北韓 在這個情況下那你既然你身為這個區域中 你要在這個區域中當大哥 但你管不住你的小弟 那我就只好來了 我來接管 對我來接管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的確這一次跟上一次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這次其實動用到地面部隊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北韓的那個軍隊的那個地面部隊數量相當的龐大 所以對美國來講 其實地面部隊的那個動作 才是對美韓聯軍來說最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航空母艦進入黃海 或說航空母艦進入那個西邊那個東邊的日本海 其實對戰術的執行上來講 都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唯一的差異是 因為今天那個首爾 他其實在陰臨黃海的海岸 所以對美國來講 如果今天北韓的部隊要大批南清 他一定是從那個首爾周邊要進來嘛 所以那你如果航空母艦打擊群 如果要能夠對北南清的這個部隊 做第一時間的那個阻止的話 當然是要在黃海進行 我請教你一個訊息 現在很多關鍵 因為我們現在無法證實 到底喬治華盛頓號 美國的這個航空母艦 有沒有進去到黃海 然後現在今天中央社也報導 說中國官方證實 已經在這幾天試射飛彈 可是他們有講得很清楚 他射的是什麼飛彈 大家說他會不會射的叫做航母殺手 就是那種飛彈打到航空母艦 他會穿透航空母艦在裡面爆炸 把整個航空母艦集成 東風21D型的這個飛彈 到底有沒有喬治華盛頓號 進入黃海 到底有沒有試著這個航母殺手飛彈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這種 所謂的航母殺手飛彈 現在有好幾種說法 其實因為大陸他們在 近年的那個彈道飛彈科技來講 就是大陸其實在彈道飛彈科技發展 他琢磨很久 他在這方面來說 他發展了相當多的各種的短程中程 跟長程的飛彈 那我們看到為什麼我們會說 東風21他是一個航母殺手 因為其實在96年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美國的那個Bunker Hill 在那個小琉球的外海 他偵測那個大陸的飛彈的這個軌跡 因為我們知道 就大陸的那個那個 就彈道飛彈 一般人他的飛彈 應該是射出去 它是一個拋鋪線的彈道掉下來對不對 但是美國人在潘興二號飛彈上面 他們就已經研究出了一個技術 在重返大氣層前 彈頭翹起來 然後開始做一個螺旋 螺旋的一個下墜 利用彈頭上面的這個 那個巡標器 就是雷達等等 去做地貌比對 然後就確定這個到底是不是 你要攻擊的目標才炸下去 所以美國 當美國人在那個96年 在Bunker Hill上看到了大陸的飛彈 在重返大氣層之前 頭翹起來了 美國人嚇了一跳 美國人發現大陸也掌握到了 相關的這個技術 所以對於這種來講 它這個目的意義在那裡 就是在終端 它還能夠有導引的這個能力 當然這要配合很多大陸的這個 比如說導航或偵測 等等這些的這個 都要很完備才有辦法 我個人認為大陸 它現在這個能力可能還差一截 但是它已經在做這樣的演練 所以讓美方非常非常的這個 等於說非常的忌憚 那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說今天 你軍隊來到這個地方演習 對於美國來講 就是說它其實 的確是需要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來展現它的實力 但是對於大陸來說 那你等於直接到我們家門口 要來做這樣的事情 它是沒有辦法忍受 不過現在還是很難證實 因為兩邊的那軍方 都不願意證實說 到底第一個 航母有沒有進去黃海 第二個有沒有試射 這一種航母殺手飛彈 而且就是最主要是 其實航空母艦對美國來講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象徵 大陸為什麼最近一直在放話 就是說 不斷的說 它這個飛彈 可以擊穿航空母艦甲板等等之類 這個其實透露的一個訊息 就是基本上大陸希望能夠逼美國 先說出它絕對不會 在未來的戰爭中 它絕對不會率先動用核子武器 但是對美國來講 你如果說今天一個航空母艦 像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巨大的這個載台 如果萬一被擊沉了 它其實上面有五千名官兵 然後再加上 其實它是核子反應 核子反應的這個航空母艦 你它還會有核污染的問題等等之類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所以如果今天美國其實大概 我相信他們也了解 就是大陸今天這個 不斷的這個 有點類似文工的過程 是希望能夠大陸能夠率先說出 我希望美國率先說出 我不動用那個率先動用核子武器 不過陳老師您是研究美中的專家 我想請教 當然那個所謂的武器上大家 你大家相互料狠話 就說我有航母過去 然後你過來 你敢過來 我有航母殺手飛彈 這種軍事上的互相嗆瞎料化 是一回事 可是我想問的是更根本的問題 你美國想要去嚇阻北韓 想要制止它 給它示威 你非得到黃海不可嗎 這個事實上呢 美中最近的這個海面上的 看起來有對次的現象 其實必須追溯到 至少追溯到去年11月 美中聯合公報 當時呢 這個就是 中方呢 提議就是說 新疆 西藏 台灣 都屬於它的核心力 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 當然不會同意中共的說法 但是今年的上半年 中國大陸的這個 馬曉天副參謀總長 料化說 南海是我們的核心利益 然後後來呢 外交部的發言人也說 黃海也是我們的核心利益 這就美國不能接受了 你等於把核心利益不斷擴大 從西藏 新疆 甚至連台灣 還在擴大到南海 黃海 這美國是可冷孰不可冷 全世界就跟正如這個 校偉所說的就是 所有的這個公海 都是它的這個 自由航行的一個領域 絕不容許說 別人說不准進來 這個不准進來 事實上美國 在這次 一系列的北韓演習 或者環太平洋演習之間 早就進到黃海和渤海 只不過沒有那麼大規模的演習而已 所以早就進 美國任何海域都進得去 全世界沒有國家擋不住的 而事實上中國大陸 據這個日本一個消息 曾經表示說 中國大陸也曾經進入到 這個就是那個 東太平洋 在美國的外 在美國東 這個西岸的東邊 就是東太平洋那邊也有 日本那個 中國大陸軍艦也 潛艦也有到那邊去 所以可見呢 公海是大家都可以享有的 不能夠任何一個國家獨佔 中國大陸最近就想獨佔 而且它的航空母艦還沒建起來 就要放話獨佔 所以說我認為是 這個過早成熟的放話 當然引起美國的這個不爽 所以說這個在黃海演習 在這個 南海演習 遲早都會發生 我認為美國現在就放話 也不必特別急得進去 這樣的 持續的放話讓中國大陸 他感受到一個威脅 表示任何公海他都可以進去 所以說這個美國是也不急 我認為 以這個軍事力量來對比來看 美國這個軍事力量 遠遠超過中國大陸 所以你認為是中國 先自己放話說 南海也是他的核心利益 黃海也是他的核心利益 美國說 欸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 必須要花下一個紅線 你要退回去一點點 所以 林老師我們在談軍事演習 都會有一個假想敵 所以這一次 美韓聯合軍演 開始有人分析說 美韓聯合軍演的假想敵 根本不是北韓 而是中國 你同意嗎 我覺得主要還是針對 這個天安艦事件 所以他在這個 朝鮮半島的東部的海域 就是日本海 在7月25號到28號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幾乎到年底 都會有軍事演習 然後在這個要進入這個黃海 事實上這個 對中國來講的話 這個有比較大的意涵 不過我們看這個 朝鮮半島的這個地圖來看 他們叫黃海叫西海 然後這個西海就是天安艦被擊沉的海域 我覺得對美國跟對中國來講 最大的關鍵點 中國是主張 這個200海裡的專主經濟區 是不能對中國大陸 有這種敵對的軍事的活動 那這個黃海的這個部分 剛好就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專主經濟區裡面 不過對美國來講 認為這個只要 12海裡的林海 24海裡的林街區 之外的都是公海 然後美國的話就可以在 中國大陸的這個專主經濟區 從北到南 不管是黃海 不管是東海 一直到南海 它都可以有 這種軍事活動的這個自由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 美中兩個國家 因為天安界的事件之後 提早的讓這兩個 以後可能會變成一個海洋的一個 一個強權 提早的這種的對峙 可是贏老師我要請教 我們之前其實一直在談說 美國不管是在中東問題 伊朗問題 或者是北韓問題 或者是反恐議題上 他都極具需要 中國跟美國的合作 所以歐巴馬的政策呢 他就比較姿態就比較軟 相較起之前的小布希 他就是老是拉著那個 胡錦濤的手說 我們一起來解決問題 可是那為什麼他這一次要採取 所謂的這麼大規模聯合軍演 對中國來講 似乎一點面子都不給中國 然後這是中國解讀 這是美國在挑釁中國的主權 美國到底在想什麼 我想美國最近也這個 國防部的這個 中國國力的報告也出來了 那對中國的這個國力 有很多認為他串生的很快 然後不透明這些 許許多多的批判 那如果說今天你國防部 做了這樣的一個報告出來 你沒有任何的回應 那我覺得對歐巴馬下面 我們今天已經看到這兩天 其實是提早了 美國通常我們講說 美國的選舉 都是等到美國的這個勞工節 9月1個禮拜一完了之後 好像才開始 可是這幾天他已經在加州 在歐哈亞在那邊競選了 因為確實對民主黨來講 參議院跟眾議院 他還是希望能夠維持 而且希望說 雖然會一定會丟掉席次 不要丟掉太多 那民主黨已經知道就是在 因為比如說最簡單 在這個健保的議題 那個沒什麼好談 就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民主黨不希望 這個就是你喜歡 這個民主黨的健保政策 你就會支持民主黨 你不喜歡這個政策 你就可能就會支持共和黨 但是不希望在外交議題 變成我們講 英文講說soft on China 就對中國太軟 那已經從過去這一年多以來 他的經濟實力不足的時候 他需要中國的合作 在外交上面也需要中國合作 等到現在看出來報告出來 中國已經快速軍力竄生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任何一個回應的動作 當你被關上一個帽子 說你是對中國太軟的時候 我覺得歐巴馬要選的時候 會比較辛苦 就是其中選舉 他要幫美國的這麼多的 參眾議員的候選人來競選的時候 會有一些這個考慮 所以他我認為是回應了 也是有這樣的一個報告 然後也做出一些動作 當然和最近這一年轉的發展 也有關係 甚至我們看到在南海部分 美國跟傳統 大家都想都想不到的是 跟越南竟然在有一些合作 那這個越戰結束30年之後 本來是中國支持越南的 現在變成美國好像在支持越南 在取得一個某種的平衡 所以看起來好像有一個新的圍堵一樣 在圍堵中國 所以這一次的軍事行動 也有內部軍事政治考驗 我認為這個也蠻大的 可是我想問你說 民主黨一般不是比較認為 他是比較親共的 所以對中國態度強硬 真的能拿到選票嗎 但他最怕被共和黨 因為共和黨過去只要控告民主黨 就是共和黨因為好像講起來 說是最反共的 所以說民主黨會被認為被視為 比較輕共 比較比較軟的 那在外交上面說 鴿派比較多的 那難怪過去你看 我們看到戰爭做成在越戰的時候 也是擔心這個 就是投入以後反而不好 歐巴馬同樣 他也是怕擔心被這個保守派 認為說民主黨上台以後太弱了 所以他在阿富汗加強 結果阿富汗看起來並不是很順利 所以假使今天阿富汗這邊已經不順利了 你在這個東亞地區 東北亞地區再被控訴的話 我想對他選情是有影響的 所以這一次的軍演可能是一個轉捩點 也就是美中關係恐怕會急轉直下 會陷入冰點 我們再來看看 這一次美韓擴大聯合軍演 對於北韓以及對於中國來講 為什麼他們的反應會這麼的強烈 美中這個世界兩大強權 會不會從此之後關係陷入冰點 兩大強權之後 將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兩邊會相互嗆聲 料下狠話 美韓兩國從上個月底開始 接連在日本海 進行了一連串 為其將近一個月的聯合軍演行動 繼續傳訊息到北韓 有另一個方法 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方法 能夠利用北韓人民的民眾 但直至他們改變方法 美韓的兩國領導人都強調 這些軍演的目的是要向北韓示出警告的訊息 但由於美國幾乎就在同時間 也和越南在南中國海域上進行演習 美國最近在東亞一連串的舉動 難道真的只是為了制裁北韓嗎 美國這次反應很強烈有好幾個原因 一個是天安電事件 另外一個是北京對美國相當不客氣 中國也看出了美國的意圖 因為就在美韓上個月聯合軍演的最後一天 中國的中央電視台 也播出了解放軍長城火炮演習的畫面 而解放軍之後在近南軍區的軍事演習畫面 也第一次透過中國媒體曝光 另外也有香港媒體宣稱 在參與美韓軍演的F-22戰機首度升空的同時 在靠近黃海的青島上空 有上百架的解放軍戰機出現 更早從今年4月開始 解放軍的艦隊也通過了日本衝繩前往太平洋 6月底又在東海進行軍演 中國的戰機戰艦更是頻頻接近日本領海 根據韓國朝鮮日報的社論指出 過去美中兩國在東北亞 都是透過南北韓各自為代理人 但近幾個月來 美中都透過了各自的行動 來表達出希望主導東北亞情勢的態度 也間接形成了此一區域的新冷戰型態 我們來看看北韓跟中國 究竟如何解讀這一次美韓 南韓三十五年來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 首先北韓的反應當然是很自私 每次他的反應一定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不管說這一次南韓跟美國的這個規模 所謂的規模內容跟性質 他根本就是對著北韓來的 所以北韓所謂的要採取最嚴厲的軍事對應措施 他只差一句話就是說我要用核子武器而已 他說這一次美韓也用到所謂的核戰演習 另外中國的反應就比較值得玩味 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元 最近在兩岸之間也蠻紅的 他也是解放軍的少將 他說外國軍艦機 軍艦跟軍機進入靠近中國的水域 是直接影響衝擊到中國的安全利益 因此有一句話叫做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是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這一句話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美國你敢輕舉妄動的話 中國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 再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江瑜 他的官方說法是說 堅決反對外國軍艦機到黃海 還有其他中國近海 從事影響中國安全利益的活動 繼續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 周老師我想請教你 真的事態會急轉直下 兩大強權會撕破臉嗎 我認為對次的情況 雖然看起來是在行程之中 而且美國也確實需要 表示一個強硬的態勢 這一方面像嚴教授所說的是 要表示不能夠示弱 最主要是中國大陸 然後觸犯到美國的紅線 美國是絕不容許任何國家 對他的公海的自由航行權 提出不同看法的 這是美國一直要強調的利益 也是美國任何政總統 不能夠不做的事情 這個我請教一下 南海跟黃海離中國那麼近 離美國那麼遠 中國宣稱他擁有 南海跟黃海的經濟利益 這當然不可能 誰控制了南海就可以 整個東亞的事情 海域都被他控制了 因為他是個逼津之度 你這個怎麼繞也是 對別的國家都是損失 而且美國更不容許 這個你 就美國太平洋也可以開放 給任何軍艦過來 只要你不觸犯到 他的那個臨海 以及這個襄林地區 襄林海域 那麼就可以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 任何總統 所以你看歐巴馬可以說是 在他上台之後呢 第一個沒有跟中國 直接衝突的國家 到後來現在反而衝突 現在跟布希拉 都是在這個 上來沒多久就衝突 連克林頓都衝突過 所以說這個情況下來看 所以說但是 中共因為看到歐巴馬太軟了 所以說他就開始 這個尤其在核心利益上面 步步進逼 那美國 美國當然不能接受 這是一個 假如他失落的話 不單美國的這個人民 智庫 智庫學者會看得出來 連這個人民慢慢都會看出來 而且上次在這個 墨西哥灣的這個 BP事件中呢 歐巴馬也失落 所以他更要在這個 趁這個事件來 表示他是強悍的 所以竟然看起來 跟他跟當年的小布希 沒什麼兩樣 好像有有過著無不及 這個好像Cowboy的作風 流仔作風 好像是越來越日益嚴重的感覺 但是它是 但是並不影響 雙方的合作的態勢 我覺得在大環境下 雙方沒有不合作的一個理由 也沒有不合作的一個空間 雙方必須要在反恐 或者六方會談 六方會談 即使解決不了問題 有這個一個穩定的機制也是好的 它解決不 沒辦法徹底解決問題 那麼解決問題反而會更糟糕 說不定北韓濫民 就幾百萬湧到中國大陸邊界 所以說這個不是個解決問題的機制 但是它是可以維持穩定一個機制 造成一個假象大家都在談判 事實上什麼也談不出來大概 那麼另外呢 這個伊朗問題 反恐問題都需要這個中國大陸的合作 所以說雙方是不可能不合作 再加上 美國跟中國的經貿 早就已經成為生命共同體了 中國大陸買了幾千億的公債 再加上持有很多美金 所以雙方的經貿不可能分的 而且也不可能用經貿作為武器 來打擊對方 因為打擊 為打擊對方成功之前呢 可能先傷到自己 所以說這種情況下 合作態勢是穩的 但是雙方的這個對峙狀況 卻在形成之中 那麼如何解決 比如南海問題 最後美國一定按照Killeri所說的 一定要要求大家支持所謂這個 合作外交這個過程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一些問題